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单纯的挺科或不挺科的问题 而是我们到底要留给台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民进党执政已经进入了第九年的 你们的历史有过得更好吗 政府有更清廉吗 司法有更公正吗 社会有更安定吗 你认为赖清德办阿伯是为了树摊吗 是为了清廉吗 那如果是这样 他应该先办民进党 堆积如山 敬主兰书的弊案 超市光电高端 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办一办啊 他真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割小巢嘛 你们会被割吗 今天晚上在这里 就是最好的民阵 对不对 阿伯为什么非官不行呢 民众党为什么非非要不行呢 因为民进党早期的改革品牌 通通不见啦 跑到哪里去啦 跑到民众党来啦 所以会毁掉民众党是不行啦 我跟大家来报告 两件离谱的事情 第一件离谱的事情是 民众党中央为北剪做懒人包 直接指挥办案 这个连资深媒体人吴典龙都看不下 写了专栏说 赖总统你知道在民主国家这是丑闻吗 是问执政的民进党 直接出声来指挥检调 党都下令了 司法官能不受命吗 当国家领导人跟执政党 对司法独立 无知到这种地步 台湾的民主法治 还有希望吗 向来不支持 柯文哲的陈文健也发生了 陈文健说 疲劳的审讯 柯文哲是戒严时期的虐待 民主时代可以隆人吗 戒严时期被对待的党外人士 在他执政之后 一样的对待反对党 我们的民主进步了吗 第二件离谱的事情 柯平第一次的居押亭 承办的法官是朱嘉义 他是一个被称为叫严谨港办 裁定居押率非常高的法官 他在第一次的这个开生押亭的时候 对阿伯做出什么 无保请回对不对 那表示检调 检调根本没有证据 对不对 但是到了第二审的时候 换了有绿色法官之称的 吕正业法官 这位法官还被监察院弹劾 认为他 这个曾经过去 经常在法院的审查的时候 违反了诉讼的审理 拼颇的立场 侵害被告的诉讼权益 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性的法官 但是这次 他的判决书怎么写呢 一样的一样话糊涂 他说 柯文哲所为单纯 所为是单纯 图例等等等 或者疑惑与共犯等等等 仍然有待侦察官等等等 所以他说侦察是一种浮动的状态 那逐渐的形成犯罪的图括 各位这是一种判决书呢 他说 他里面你们看到 都是不确定 单纯是 亦或是 人有待浮动状态 逐渐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证据的 就判拘押禁件 太离谱了 对不对 你说离不离谱 太离谱了 到这里大家看懂了吗 这是司法审判 还是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 我跟大家报告 阿北非常的清楚 台湾正在走向一个极权的政治 但是阿北说 曾经说过 他要做台湾的曼德拉 知道曼德拉是谁吧 他准备长期抗战 关多久都没关系 阿北做鬼 你要把你拉下台 大家要有信心 当阿北说他要做曼德拉的事 他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他在打的不是一场个人的战争 而是为台湾而战 为台湾而战 所以阿北交代 小草回去 好好的照顾自己 党公子人员 好好的做该做的事情 只要大家心里记得 阿北没有放弃 我们就不放弃好不好 等待号角响起 等待号角响起 大家记得回来 大家永远亮起家 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喊一下口号 我说抢救柯文哲 大家喊台湾曼德拉 好不好 抢救柯文哲 台湾曼德拉 抢救柯文哲 台湾曼德拉 抢救柯文哲 台湾曼德拉 谢谢